你好 欢迎收看4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花莲有一家三口上个月返台后 在居家检疫期间违规外出扫墓 因此遭到花莲县卫生局采取30万元 但缴费日期都过了却迟迟未缴 7号被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强制执行 随即限制出境并灯门催脚 义务人这时才反映到事情的严重性 在当天下午火速绞心拔环 新政执行署花莲分所的员工 正在合作对父子探讨罚还的金额该如何缴纳 因为他们一家三口在3月18号返台后需要居家检疫 但却不好好遵守规定外出扫墓 因此遭到花莲县卫生局采取30万元 不过他们却逾期未缴 花莲县卫生局7号移送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强制执行 这个卫生局针对他们违反居家检疫这个情况 对这一家三口分别采取10万元 总共是30万元 本分署调查后发现他们三人常年旅居日本 在国内没有涉及也没有任何财产 而且近期有出境的计划 所以我们在搜案当天就立即对他们办理限制出境 那也在昨天我们本分署会同卫生局的人员现场进行吹脚 吹脚之后不到几个小时 他们就火速绞尽罚还 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呼吁民众 武汉肺炎疫情正处于关键时期 民众务必遵守主管机关各项防疫措施 做好自我管理避免防疫出现破口 记者徐立琴花莲市报导